今天给大家来自上海的一个高端品牌 唯一 这个品牌呢 它做了一个年龄段 25岁到40岁左右的一个都市时尚女性 然后呢追求这种 简约时尚知性的一个这种风格 它的一个色彩 一个色调 是这种北欧 然后呢 简洁 然后呢 素雅的一个比较高雅的一个这种色调 其实它的一个款式啊 所以它采用的一个面料呢 进口的一个面料 质感 手感 非常好 因为它的一个货品呢 就是整体的给云村感觉啊 我们这种上班白领 成熟女性的这一种成熟白领的一种啊 很高雅的一个气息 而且它的一个这种风格呢 就是我们啊 平常有那个看到卓雅的那种风格 因为卓雅的话也是一个高端的一个大牌子啊 这种偏向于白领 然后有一些职业休闲的一个风格 这个牌子呢 其实它的一个这种平常穿着呢 像我们的一个上班啊 然后或是平常休闲啊 都可以啊 不要偏通勤一点的 接下来呢 就给它看一下它的一个款式啊 像这款我们一个羽龙服搭配起来 里面一个牛仔 然后呢 一个上衣啊 这个 它的一个这种龙的一个这种蓬松度啊 非常好 啊 还有这一款这种派克式的这种大毛领 然后呢 它的一个这种面料呢 很有质地感 啊 这款是刚才前面第一件那个系列款啊 这是一个马甲羽龙 然后我们搭配了一个里面像这种针织啊 都很有特点 啊 今年的这一批的一个啊 大剑真的是超多啊 这一件甲两件啊 甲两件的一个羽龙啊 比较有特色的这个 这种帽子格子的很有特点 它的一个羽龙服呢 占比就达到了27.5%啊 还有像啊 大衣啊 绵衣也有百分之十几 还有风衣外套啊 大剑的话是超多 百分之六十多这种纯大剑来的 然后像这种一个面料的一个质地啊 非常好 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个这种工艺啊 这些细节工艺啊 细节工艺是很好的 这个啊 法兰龙的一个面料 质感触感 非常舒服 啊 这件这种皮毛一体的是啊 这种鹿皮龙 然后呢 它的一个这种纹路啊 还包括它一个设计啊 这种大翻领 因为唯一这个品牌的话 我们客户的话 确实一直都有做 而且的话 它的一个这种品质的话 老客户都不用说啊 然后呢 它的一个品质感 是非常高的 这个啊 像这一件大衣啊 很有特色啊 这种袖子上 还有这些下面 有这种牛书 然后呢 还有这种面料呢 有种金丝线啊 这个 创生个性 然后呢 也很有高级感 这件红色的一个大衣啊 也很有质感 然后里面的像这些 小内搭 这种毛衣啊 都很有特点 它这个羽绒服啊 其实它的一个细节的一个 这种面料 就真的很有特色啊 这种细节的一个面料 可以看一下 这种 它有一点这种 银丝线在这里面呢 还有辅助的这种金丝线 这种面料 但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从 特别的一个细微之处 这个衣服的一个品质感 就不一样啊 然后像这些这种双面的一个羊笼 它的一个像这些羽绒服呢 简单 然后呢 简洁大气的 这件一个 也是这种皮毛一体 鹿皮龙的一个啊 很奢华的 像我们老客户啊 今天看到这一盘货品啊 真的啊 不要犹豫啊 它的一个这个款式的话 今年这一批款式啊 也是非常好看啊 款式 像这一件啊 这个 这种荧光型的面料 然后呢 上面有这种暗纹的这个 这种欧版设计 宽松的一个大版型 它这个羽绒的话 确实是占比的话 很多啊 羽绒 然后呢 你看到它的一个这种毛领呢 也是很有光泽度的一个毛领啊 这个 像这种蝙蝠袖的一个这种风格 这种短款很精致的这个 啊 这款粉红色的啊 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外面啊 这件中粉红色的一个大衣 然后里面这件运动型的一个小刺绣啊 这个卫衣 包括搭配的这条裤子啊 都很有这种白领 很啊 有档次的一个气质 哇 这个衣服的话 确实质感的话 很很有质感啊 这份量很足 然后呢 像这件外套啊 它后面有种小刺绣的这个 里面呢 也是种加龙的 冬天窗的话 啊 很厚实 然后呢 这款 这个短款 是刚才那款的一个系列款 这个短款啊 它的一个简洁大方的设计 是一直以来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设计风格 然后呢 加一些这种原创的一个小设计啊 这个 加一些原创的小设计 像这款 这种拼接的 这种拼接的 这个 然后呢 我们这种针织的这种呢 就偏向于啊 比较很时尚的 这个 这种针织 然后拼接这个布的啊 很有特点 这个 它有这种啊 简约 然后通勤的款式 然后呢 也有时尚 然后别致的这种设计 像这些的话 就是偏通勤一些啊 这种上班 白领啊 窗 这些的话 都非常不错 然后像这一款啊 还有像这个羽笼呢 也是拼接一个毛泥的 这就真的很有特色的 这个 而且的话 唯一的一个做工的一个针线 可以看一下 它羽笼服的一个针线 是非常细密的 这个针线是非常细密的 这个针线 像这种做工的话 其实它是不跑龙的 这种做工 这种做工的话 是真的是非常精良的 这款是刚才那个同款 另外一个颜色 它今年的一个设计呢 像这些大件的设计啊 像这种呢 就是说原创 然后呢 简洁 加一些个性的小设计 然后穿搭起来的话 像这个 唯一这个货品 穿搭起来的话 真的是很百搭的 这个 所以搭配衣服啊 搭配内搭 毛衣 或者是什么打底啊 或者是我们这里面的 连衣裙上衣 相当好搭配的这个 颜色呢 也很纯正 然后后面这种 不规则的设计 比例的话 确实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啊 拿出来的话 基本上都是大件的 然后里面呢 这些连衣裙啊 点缀啊 也都是很好的这个 像这件白款的羽龙服 前面也是简单素养 然后后面一个图案 搭配我们牛仔裤啊 这种 像今年这盘货品呢 其实拿回去 真的是非常具有这种时迈性啊 而且的话 大件比例这么高 还有它的一个这种款式的一个这种设计啊 就很有特点 然后呢 也保留了唯一这个品牌 它一直的一个这种风格啊 这种 带一点这种休闲 然后通勤 而且创上身的话很有质感 比较高级的这种风格啊 比例的话确实是很好啊 比例 它的一个羽龙服啊 这些大件的占比啊 相当之高 像这些啊 这种法兰龙的一个面料 手感的话 很舒适啊 这个 然后呢 像这些款式呢 就简约 然后呢 带一点这种个性的小口袋啊 这些这种设计啊 这个 它的一个冲龙的话 都是顶级的一个这种白鸭龙啊 这个 它的一个冲龙量啊 还有 它的一个这种质感 面料的质感啊 都是一流的 而且这种大品牌的话 也不用担心 它会跑龙啊 这个 像这种好质 一定要抓紧联系 我们的一个销售经理啊 这些面料的话 很有特色 这种面料 这些 有一些复古的一个元素 这款也是啊 这种个性 然后呢 像这些铃银裙啊 也是简洁大气的 好 这一款 这款一个大衣 也是两件套的 这个甲两件的 里面有个格纹的 这个 外面是一个 这种棉衣式的啊 好 唯一的款式 就给大家介绍这里 谢谢大家